公元604年 隋文帝杨坚死在了他位于仁寿宫的秦宫 历史上对他的死因众说纷纭 莫终一世 很多人直指当时的皇太子杨广 师父篡位 但也有人说杨坚的死和杨广没有关系 那么杨坚到底是怎么死呢 在他迷你身上 遗留之际仁寿宫他的寝室内造地发生了什么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的隋朝太子费地风雨 第八节 杨坚死的很可疑 他是大邪的地造者 一生只和皇后生下无子 他身心异母同胞的五兄弟会同心协力 贡老弟 我将上 却不料太子的费力 使得兄弟间猜忌繁目 相互杀目 无一善重 隋文帝为何要废掉长子杨广的太子 之为 四字杨广经历怎样的处心 几率当上了太子 太子的费力给王朝埋下了怎样的政治危机 存世三十八年的王朝 由空前兴盛到急速衰亡 到底经历了什么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来分析隋文帝杨奸之死 上一集我们讲到 仁寿四年 公元六百零四年七月 隋文帝杨奸在仁寿宫病重 太子杨广和大臣杨树柳树元岩等人 逝集 期间杨广和杨树暗中通信 被杨奸截获 杨广又非礼成贵人 又被杨奸知道 杨奸决心要废杨广 命令柳树元岩 招废太子杨永来仁寿宫 杨广杨树得知消息后 命令亲信带兵接管了仁寿宫 赶走了杨奸身边的人 很快就传出来杨奸下奔的消息 太子杨广迅速接管权力 主持局面 本来杨奸的死就疑点重重 杨广接下来的诸多举动 更是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首先 杨广下令密复发丧 如果光明正大 你杨广为什么不公布父亲的死讯呢 第二 杨广伪造了隋文帝杨奸的诏书 赐死废太子杨永 杨广登基后啊 又假惺惺的追封杨勇为防灵王 但是规定啊 其子不得继承爵位 杨永的长子 也是杨广的大侄子杨衍 担任是宫廷侍卫官 死在一次随护出行的路上 据说啊 是被杨广堵死的 杨永的其他儿子呢 全部流放岭南 后来啊 杨广命令所在地的官府 杀害了他们 狠心的杨广啊 把大哥杨永是满门抄斩了 第三 杨广又下令 逮捕兵部尚书柳树 黄门侍郎 袁延 关进监狱 柳元两个人啊 是杨奸晚年 倚重的力量 又是杨奸临死前啊 要废杨广 传位杨永的见证人 杨广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事后啊 杨广是扁两人为平民 把柳树流放 广东 龙川 也就是现在的惠州 袁延 流放 广东 南海 也就是现在的广州 这两个地方啊 当时都是偏僻蛮荒的小地方 上述这些情况 都是正式随书的记载 带有阴谋论的种种要素 成了一桩著名的历史公案 很多人就认定呢 杨广是 事负夺威 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啊 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 黑幕也好 清白也好 流血也好 毒药也好 没有任何一本史书 能够提供 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直接证据 我们后人呢 只能通过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点滴记载 再加上常理推断来尽量还原杨奸之死 杨广继位的真相 关于杨奸的死亡 我们所能查到有大业掠记和通力两部史料 那么这两部史料对杨奸的死亡原因是如何记载的 这些记载又是否经得起 可以敲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随朝太子费力风云第八集 杨奸死的很可疑 下面我们就分四大方面来一一分析 第一方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相关记载的原始点集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韩生在隋文帝世军与贝世说考证 这一文当中指出最早指控杨广世傅的记载 鉴于资质通鉴卷180文帝仁寿四年七月条 这条内容引用了赵毅的大业掠记和马总的通力两本书 其中大业掠记记载到 高祖在仁寿宫并胜追帝世级 而高祖每人由必信者为臣蔡二人而已 帝乃昭蔡于别是 即还面伤而发乱 高祖问之蔡契约皇太子为非礼 高祖大怒 镊子出血 招兵部尚书柳树 皇门侍郎袁爷等 令发兆追树人勇 即令费力 帝氏破 招左朴叶杨树 左树子张恒 尽毒药 帝简 消贱官奴三十人 皆服妇人之服 依下至杖 立于盟相之间 以为之位 宿等纪录 而高祖暴奔 十八日 发丧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史料 首先 大叶略记记载的桃色事件 女主角是蔡夫人 而不是成贵人 此外 隋文帝阳间 发丧是在二十一日 而不是十八日 大叶略记啊 把人物和时间都弄错了 这属于是明显的硬伤 那么 这本史书的可信度 又有多高呢 其次啊 这本书啊 记载在桃色事件当中 蔡夫人和杨广 发生了激烈的身体接触 所以才会面伤 发乱 这么激烈的身体接触啊 肯定声音不小 那么 就在不远处房间里面的隋文帝阳间 还有其他周围的工人 难道会听不见 第二本史书通立则记载 上有吉 于仁寿殿 于百疗辞绝 并握手唏嘘 事实 为太子 及 陈宣华夫人 是吉 太子无礼 宣华素之 帝怒曰 死狗 那可负后事 巨令昭勇 阳素 密不宣 乃丙左右 令张恒 路拉地 血溅 平风 冤痛之声 闻于外 崩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史料 根据这个上文的描写啊 杨间 是命令杨素 去招杨勇前来 杨间应该很清楚 杨素和杨勇的关系很差 杨素和杨广走得很近 那么杨间怎么会把费杨广 令力杨勇 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代给杨素执行呢 其次 通力啊 有行凶杀人场面描写 比如张恒 拉地 也就是杖杀 而且 血溅 平风 冤痛之声 闻于外 非常有影视剧效果 可是呢 十几年以后 杨广自己被杀的时候啊 坚持说 天子自有死法 也就是啊 天子不得加兵刃 要死得有尊严 杨广先是要求引证 后改以炼金义死 杨广对自己都这么要求 为什么对亲生父亲 那么残忍 刻薄呢 而且 杀皇帝这种事情 越隐蔽越好 像通力记载的那种场面啊 几乎是半公开的行凶 生怕知道的人少一样 所以啊 这段记载也不大可信 以上这两段史料啊 就是杨广世父的基本材料 但是 这两段记载都存在着明显的硬伤 在写作的时候非常不严谨 带有啊 世景传闻的色彩 所以 资质通鉴 虽然引用了这两段史料 也不敢确定 慎重说明 经从随书 杨广世父一说啊 缺乏站得住脚的直接材料 第二方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引爆杨坚杨广父子关系的那桩桃色事件 杨广世后啊 把成贵人收入了自己的后宫 这是事实 后来人啊 都觉得这难以接受 是 骇人听闻的丑闻 可是大家要知道 南北朝时期啊 北方受到少数民族 风俗的影响 存在 儿子收纳父亲 姬妾的分器 这种分器啊 延续到了隋唐时期 比如 唐太宗李世民 就收纳了弟弟 齐王李元吉的侍妾 唐高宗李志就收纳了武则天 这些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 杨广把成贵人收入自己的后宫 在当时也是正常的 我们不能以此来推断 杨广因为成贵人的缘故 对父亲 杨奸 发难 同时啊 面对着 即将厌弃的老皇帝 年轻的 嫔妃们啊 为自己 预留后路 这也是 人之常情 成贵人 应该也有类似的打算 况且 他和杨广 早就有密切的联系 向杨广示好 是他最现实的选择 成贵人本身 也不是什么 猎女劫富 不然啊 就不会在杨奸 去世的当天夜里 就和杨广 成全了好事 从杨广这方面来说呢 他和成贵人 一起服侍病重的杨奸 两个人相处了好几个月 在这几个月时间里 双方都相安无事 杨广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刻 把持不住 迫不及待的要 强暴成贵人 综合以上分享 在隋文帝杨奸临死之前 杨广和成贵人 勾勾搭搭搭 是有可能的 抑郁强暴 可能性不大 即便有强暴的行为 成贵人激烈反抗的可能性 也不大 第三方面 杨广 是负 夺位一说 在逻辑上 存在 诸多 不通顺的地方 比如 柳树 原言 是杨广杨素的死对头 柳原两个人 接受了杨奸 要改立杨勇的命令 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拿去给杨素看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费解的事 又比如 人寿宫 地处深山老林 交通不便 当时 杨广杨素掌握的武装力量 已经彻底控制了宫殿内外 断绝了交通 一切都已经在杨广的掌握之中了 隋文帝杨奸又是病重不治 即将死亡 杨广 为什么不花一点点时间 静静地等待父亲去世 而要下令张恒杀害垂死的父亲 杀死杨奸 最多让自己早几天刀皇帝而已 但是却会让自己背上 是负的罪名 从常理上分析 这样做得不偿失 再比如 隋文帝杨奸非常清楚 费力太子是一件大事 牵涉到方方面面 在费处杨勇的问题上 杨奸就犹豫了好多年 可见他是非常慎重的 杨奸还很清楚 废除杨勇导致暗流涌动 后遗症不断 如今的太子杨广 语意丰满 个人能力和政治势力 都远在杨勇之上 再看看自己 杨奸是行将就木 他还有能力废掉杨广 把杨勇重新扶上台吗 因此 杨奸有没有在死前 明确下令更换接班人 是存疑的 第四方面 隋书中其他记载 又证明了隋文帝杨奸 是正常死亡的 术士卢太记之前 劝诫杨奸不要去人寿宫休养 说你去了就是有去无回 杨奸很生气 把卢太记关进大牢 准备从人寿宫回来以后 开刀问斩 想不到卢太记的预言是真的 临死之前 杨奸想到了这件事 他把太子杨广叫到床前 交代说 我死了 你就放了他吧 此事记载在《卢太记传》中 杨奸临终前还过问了自己临请的事宜 他召见了当年修筑 独孤皇后临请的大臣 何筹 接着杨奸又搂着杨广的脖子 叮嘱道 何筹办事用心 我把丧事托付给他 有什么事情 你要和他商量 此事记载在《何筹传》中 这两处记载啊 丝毫看不出有宫廷政变的迹象 随书 既记载了杨奸死亡和杨广继位的种种不寻常之处 令人生疑 又收录了似乎相反的事实 看似矛盾 其实啊 是秉承了有事必录的史学原则 虽然是巧合 尽管可能引发后人争论 但只要是真实发生的 史书都要记载下来 历史学者张成认为 杨广势负篡权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而正史随书既记载了杨奸死亡 和杨广继位的种种不寻常之处 又收录了似乎相反的事情 很多地方相互矛盾 那么杨广杀父的种种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 杨奸死后 杨广又为什么密不发丧 难道他真的对自己的父亲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怕别人知道 对于杨奸的死亡真相 张成又将给出一个什么版本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随朝太子费力风云第八集 杨奸死得很可疑 那么人寿四年七月的人寿宫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综合各种历史资料的记载 用常理推断出这么一个版本 在当时的山林升宫之中 各方力量看似一心一意的在那里伺候并踏上的杨奸 实际上种种联系谋划 早已经结成了一张网络 覆盖在了人寿宫之上 这张网络当中 其中一条重要的密谋线索 就是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互通消息 确保杨广能够顺利继位 想不到这个信件应差阳错 送到了杨奸的手里 杨奸看了信件 明白了 自己宠信的太子杨广 其实有的另外一副嘴脸 而身边的众臣杨素 也有的不为人知的面孔 不过 久经政坛风波的杨奸很清楚 权力决斗场中的人们都是如此 他自己就是在各种明争暗斗之中挺过来的 所以杨奸虽然感到失望 感到凄凉 勉强也只能接受现实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房间里发生了杨广和陈贵人之间的桃色事件 此事本可以化为一桩秘密 永远不为人知 但是 陈贵人回到杨奸寝宫中出现了失态 敏感多疑的杨奸很快就逼问出了事实 陈贵人本能的就把责任推给杨广 说太子非礼 短期内 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 杨奸胸中感到了一种 酸楚 愤怒 油然而生 市集的柳树 袁岩等人 迅速抓住了杨奸的情绪变化 柳元这一派势力啊 是杨奸树立起来 牵制杨广杨宿的 他们很清楚 一旦杨奸驾崩杨广继位 自己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眼看着 杨奸就要归西了 柳树 袁岩肯定很焦急 他们要寻找机会 巩固自己的权利 这个时候出现了不利于杨广的事态发展 杨奸正处于对杨广的严重不满 愤怒情绪当中 柳树原言就决定火上浇油 扳倒杨广 他们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劝杨奸废除杨广 重立杨勇 杨奸可能口头答应了 也可能没有答应 但是柳树原言 迫不及待的就开始草拟诏书 消息就被同为市籍大臣的杨树知道了 于是就有了杨广杨树联手 调兵遣将接管人寿宫的这一幕 这一幕充分表明了两派政治力量相差悬殊 柳原等人完全是杨奸硬生生扶持起来的 缺乏根基 一点兵权都没有 杨广很快就完全控制了人寿宫 病重的杨奸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任何权力 只能安静地走向死亡 杨奸了解了情况以后 也平静接受了现实 交代了释放卢太计 安排何仇负责方式等等 总之杨奸生命垂危之时 仁寿宫确实出现了变故 杨广为了确保顺利继位 联合杨树的所作所为 都是常理可以理解的 他的敌人是对立的柳树 原言等政敌 而不是要谋杀父皇 只是杨广杨树调兵潜降的行为 和杨奸的死 时间高度重合 再加上杨广掌权之后 杀戮杨勇 迫害政敌种种行为 都惹人怀疑 这可能是杨广 恃父夺位 传闻兴起的重要原因 至于杨奸死后 杨广密不发丧的原因 可以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解 仁寿宫远离京城 茂兰立刻发丧 可能会因为消息传播 京城空虚等原因 造成不必要的骚动 所以杨广等从仁寿宫返回京城之后 再发丧 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杨广掌权之后 有什么样的举措 登基前常年的政治阴谋 和权力斗争 对他的执政产生了 什么样的影响 相关人等又有什么样的 最终命运呢 欢迎大家收看 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公元604年 太子杨广最终顺利 继位当上了皇帝 那么杨广掌权之后 为了巩固皇位 分别做了哪些事 登基前常年的政治阴谋 和权力争斗 又对他的执政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随朝太子 魏力风云第九集 赢了皇位 丢了江山 明日